凤凰每周快讯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您健康的选择大甜豆瓶联合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头条新闻 美国国会中期选临近 联邦和地方的华裔候选人也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造势 其中在洛杉矶地区 五位华裔候选人选情一致看好 另一方面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布鲁克斯13号表示 中美两国陆军间关系的发展 不会太过于受一些摩擦的限制 而两国陆军间的交流 是双方保持对话 解决分歧的好渠道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个人呢 非常注重生活品质 又爱户外运动 工作之余 我喜欢跑跑步 呼吸新鲜空气 听听小鸟叫 我觉得跟大自然接触是件特美妙的事 当然 除了健身之外呢 我也非常注重饮食 每天一杯大甜豆浆补充营养 大甜豆浆是我生活质量的保障 欢迎回来 让我们来继续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 在华盛顿特区通报会上表示 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爱博拉传播的方式 因为即使是出现一例感染病例 也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他提到达拉斯护士12日确诊感染爱博拉 成为首例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 弗里登强调 美国疾控中心正在调查 这名护士是如何被邓肯传染的 同时也在密切监控与邓肯可能有过接触的大量医护人员 此外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13号与弗里登进行了电话会议 讨论如何应对爱博拉病毒 政治方面消息 当地时间13日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拉斯维加斯 出席了内达华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年度筹款晚会 在公开演讲中 希拉里说 他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所做的最艰难的决定 就是推荐奥巴马总统在基地组织大本营抓捕本拉登 他规避了此前团队被传秘密删减班加西领馆案调查文件的话题 也并未提及是否将参加2016年总统大选 此外 希拉里还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公开抨击 最后来看伊斯兰国方面的消息 最新消息指出美国在临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重镇科巴尼 已经占领高达50%的领地 据悉美军近日在科巴尼发动空袭的前一天 美国国务卿克里曾指出 对于科巴尼的管理不当可能是一个失败原因 另外 奥巴马政府打击伊斯兰国的核心团队 在对是否向伊拉克派遣地面部队问题上出现分歧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近日否认白宫会考虑派遣地面部队 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希则指开放态度 好了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哎 我跟你说 我最近装了iTalk BB家庭电话 只要4块9毛9 中美双向直播 美国打中国 中国打美国都没有长途费 我都用iTalk BB十年了 那你知道吗 iTalk BB最近还推出了手机APP 下载这个APP 打长途都免费呢 iTalk BB还有中文电视服务 这个还真不知道 推荐朋友还送礼品呢 iTalk BB电话加手机APP加中文电视 每月4块9毛9起 以877-482-5522 2014Fusion 有人换车为了科技配备 有人换车为了性能表现 有人换车为了动力输出 也有人换车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 就是目不转睛 爱不释手 购买福特Fusion的理由有很多 您的理由是什么 现在督立2014Fusion 今天就光临南加州福特汽车经销商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美洲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57客机 13日在从加州旧金山飞往德州达拉斯途中 两侧客舱内部隔板先后裂开 令机上乘客惊慌失措 在检查具体情况后 机长决定紧急返回旧金山降落 机上18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安全无恙 目前这架客机仍在接受检查和抢修 美洲航空公司方面没有透露造成本次险情的可能原因 航空专家表示 现代客舱的强板并非是机身结构的一部分 因此上述险情不会对飞行安全构成影响 另一方面 两份最新报告显示 美国年轻一代背负学贷的金额和比例双双暴增 导致无力买房的比例增加 而60岁以上祖父母充当孙辈学贷保证人的现象 也比以往更多 过去十年间 年龄层介于20至29岁年轻人的学贷 占总负债比例从12.9%增至36.8% 而该年龄层的房贷占总负债比例 却从2005年的63.2%下降到2014年的42.9% 该报告称 60岁以上被抚学贷的老人中 约42%担任保证人 剩下的58%承担了自身或家族成员的学贷 一起来看看加拿大方面的新闻 安省面对债务累累的财政状况 庞大的教育支出让其雪上加霜 但卑诗审教育系统运作模式表现出色 开始受到重视 右翼之库飞杀学会指出 卑省教育开支抵御安省的原因之一 在于省府教育拨款主要针对两大类 法语学校和英语学校 但安省还要负担英语天主教学校和法语天主教学校的教育基金 因此若能够借鉴卑省模式 可以节省每年20亿元的预算 有助减轻省府的财政压力 又到了距今华尔街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文投资网的金融分析师 Warren为你提供的股市最新走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周二的距今华尔街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股市连续一个周五的黑色星期五 周一的黑色星期五 那么咱们这个标题叫做距今华尔街 很多朋友问Warren 有没有帮我们在这个股下跌的股市当中赚钱 你最近做的怎么样 那么我想要说的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一段节目当中啊 都苦口婆心的跟投资人要警惕 包括本周上周五的这个美洲华尔街 我也说不要青年见底 不要随便就说大盘就要反弹 这是一个有经验的 毕竟我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经历08年 两次的调整 看得多也经历得多 那么我首先呢想告诉大家 重新我们再回看9月16号的距今华尔街一个节目 谁在好赌630万美金 赌这个美股击跌 9月16号 今天呢一个月都没有到 其实一个calendar 这个还没有到 那么我们来回顾看一下这个短片 来我们再来回顾说一下 第四张图我想提醒大家 上周五号 这个有一投资人买进了VIX dollar sign 就是芝加哥恐慌指数25元 10月25元的cost 什么意思呢 它是预测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在10月25号到期的这段时间 甚至不要等10月29号美联储会议这个时间 美股将会有一个急跌的行情 它偷了多少钱 630万美金 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数据 因为这个数字呢 说明它的准确度 除非它有内线 除非它有非常大的供地 因为这是一个gambling 一个巨大的bats 请投资朋友注意 一定要注意风险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9月16号 我们的确提醒投资人 有一位投资朋友呢 在豪赌这个630万美金啊 赌这个美股急跌 这是9月16号 我们现在呢 其实才过了一个月还不到 那么这个情况现在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一 这张图大家一看就明白 这个三毛五的一个价格呢 现在已经涨到了两块钱 整整翻了接近六个倍 那么这位投资人赚了很多钱 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 这位投资人绝对不是 恐怖主义分子 因为在这段时间 我们没有发生一些恐怖主义 重大的恐怖主义 那么这位投资人肯定是赌对了 也可能是一个对冲基金 在就是balance就是hedge 对冲它的一个风险 无论怎么样 这位投资人赚到了 所以我要跟投资朋友说 苦口婆心啊 苦口都是 其实是非常苦的 但是呢很多人不喜欢听 不喜欢看 因为它持有很多股票 阿里巴巴这个股票 那个股票结果跌下来 那么其实我们到这里 来看我们的节目 包括所有的这个节目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 是来赚钱 不是来娱乐 那么我想要说的呢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格局啊 来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办 怎么说呢 你看630万一下子就赌一个月 就会到期的期权 一个月以后如果不到就630万没有了 这是要很大的魄力 那么我很多朋友说 Warren你为什么不把630万也压进去 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follow 但是呢图二就可以显示呢 590多块钱的 不到1000元的这个期权账户呢 截止到周一呢 是接近了3万1000块钱 翻了60个倍 那我想要说的呢 一个人的能有的杜亮 决定他在投资中的一个成功 那昨天呢 我在看牌的时候呢 有一位朋友呢 我的VIP朋友呢 前VIP朋友啊 跟我说一些关于客服的事 而且就啊 我觉得就是可能连一点小损失啊 他也不知道怎么观摩的啊 都不能承受 首先我不缺这个900块钱 第二这些 如果Warren王老师 每天都在为你做客服啊 你多收你多少钱 退多少钱 我们有整个团队 你需要找的人并不是我 我是应该专心在做这个 如果你连900块钱或者几百块钱亏损 你都会计较的话 我个人觉得不可能 你在投资股市当中会赚钱 我觉得你应该去好好的去投资基金啊 把钱放在这个国债里面 好 所以一定要想赚大钱的朋友 一定要有好的一个腔调 一个格局 好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周四再见 谢谢 以上就是今天凤凰每周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继续收看晚上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新闻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 进行订阅 我是许婉 谢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